再來看看香港的最新局勢 112是國際求救電話號碼 香港民間卻在11月2日發起 《求援國際堅守自治集會》 但遭到香港警察發出禁止集會通知書 最後 一百多位民主派區議會的參選人 決定同時分別舉行少於50人的選舉聚會 免去通知警方的程序 也一位身穿黑衣蒙面的11歲外國小孩 以行動來支持香港 趕緊再次的發出催淚彈和水炮車進行鎮壓 喊著口號 舉著醒目標語 香港人民再次走上街頭 人群中還有不少外國面孔 有很多抗議 他們不會放棄 因為他們想救香港 可以說嗎 你想救香港嗎 是的 如何救 由於民間發起的《求援國際堅守自治集會》 遭到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 一百多位香港民主派區議會候選人 決定在維園草皮分別舉行 每場少於50人的選舉聚會 免去通知警方的程序 而港人則透過流水式的方式參與 不過大量防暴警察 仍進入維園驅趕示威者 還有幾名議員參選人被警方拘捕 警方在銅鑼灣發射多枚催淚彈 驅散人群 現場業務弥漫 過程中有示威者被港警壓制在地 現場還出動裝甲車 雨水爆車進行清場 在這過程中 多名示威者被拘捕 還有人受傷 暈倒 被急救員抬離現場 新常人也在電視梁珍 香港採訪報導